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福斯口袋 我是安嬌 大家應該日幣已經全面混起來了吧 是不是都已經蓄勢待發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在日本最常逛街的地方 這裡有著服裝可愛雜貨 還有好吃的東西 應有盡有 而且它是跟新宿車站共夠 所以就可以直接從新宿車站 直接進入 完全不用擔心刮風下雨 像現在的天氣呢就是雨天 那我們完全不用擔心 可以逛得很盡興 這個地方就是 登 Rubinesto 那就讓我來帶大家一起逛街吧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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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就是在新宿車站的東口 直接進入 可以到二樓 這邊好多回憶喔 之前我都在這邊逛街 因為它離池袋站 只要大家騎進線 一站就到了 來了 TT&Co他們家走甜美復古的風格 很多可愛的蝴蝶肩上衣 他們家還會特別推出 給小個子女生的尺寸 再來是台灣也有了 Lowry's Farm 不會過度鋪張 簡約又潮流的品牌 很多容易混搭的基本單品 它的風格可甜可言 我一直覺得他們這個很可愛 三件式的小包包 好Q喔 有一點地雷系 Bubbles是地雷系小眾品牌 他們厚底鞋是地雷系女孩的愛 有一整面的鞋款可以選擇 這鞋子有夠高的耶 這一雙呢 結果我要去迪士尼 這一雙配愛麗絲應該蠻適合的 他們這個都超高的耶 超級無敵高 天啊 這家是復古摩登的Juette 這件好可愛喔 他們最近真的很流行這種兩節式的 這邊把它拆掉以後 就可以變成袖套 不當袖套的時候可以當長袖 然後最近因為很流行那個 Y2K的風格 所以他們都會有這種當時流行的顏色 然後加藍 比較鮮豔的芭比粉 然後在這邊的色價當然會比較便宜一點 因為可以免稅 你看又出現了 漸層毛衣 顏色都差不多耶 這個比較特別一點 黃色的 袖套出現 其實這一件也有袖套 但是因為有點熱 我現在把它拆掉變短袖 我之前第一次拍日系穿搭的時候 我不是要買一個Snooby嗎 就是在這邊買的 然後現在是Miffy Miffy好可愛喔 現在還出小的版本耶 很可愛吧 然後我發現 日本女生最近很流行手機鏈 就像這個 就是這樣子掛在身上 這樣子拍照的時候就可以 隨時隨機都拍照 這間店是渡邊紫美開的店 之前我很久以前在日本 自己一個人旅行 穿的小籠包衣 就在這間店買的 它還有小籠包衣嗎 小籠包咧 沒有小籠包了 只有 觀眾主 Evelyn 這間也是比較公主風的感覺 然後它這個又有秀套了 這間是Dazzling 它是比較千金風格的 這樣長長的大衣 這種花紫袖 感覺就是要手臂夠瘦的人 才穿得起來 今年流行的漸層外套 我覺得Castane的最好看 它是美式休閒品牌 有很多寬鬆可愛的單品 這裡真的有很多知名的女裝品牌 逛不完 而且各種質感 價位都有 感覺就是直接走進一整棟 日系時尚懶人包 日本牌子設計的長裙都很優雅可愛 每次來都會買 最近很喜歡KBF這個品牌 它的用色很單純 衣服簡約卻很有設計感 讓人百看不厭 3 coins是日本的300元商店 300元商店 所以這裡面的雜貨全部都是300元 好讚的 這個台灣還沒有 這個是300嗎 這個比較大的就是800 這個超方便的耶 它還有這個隔層 它有一些比較高檔一點的東西 它會貴一點點 但是也很便宜啊 你看這個土鍋就800而已 而且它還有分這個好可愛喔 可以這樣子煮關東煮耶 有點心動好可愛喔 超便宜的 800塊除以4 才200 這種法式飾品 我超喜歡日本的夾式耳環 因為他們的矽膠做的不太會痛 就是鯊魚腳 我看到蠻多日本女生也會用鯊魚腳 可愛嗎 還有一些可愛雜貨 最近好多湯姆貓與傑利鼠喔 很多變形的湯姆貓 變成瓶子的 還有這個 變成傑低形狀的湯姆貓 最近很流行復古風耶 平成時代的復古風 好想買喔 錄音帶收納夾 iPad Nano 好可愛喔 你們也可以放唇膏耶 好心動喔 真的喔 好可愛 這樣子就可以放唇膏進去 然後我宣下屋的襪子 宣下屋的襪子也超好穿的 而且好可愛喔 上面幾層就會比較淑女一點 也是單價會比較高一點的品牌 我放在這一層 這一間 這間是來自洛杉磯的珍珠奶茶 然後珍珠奶茶是粉紅色的 這間單價比較高的關係 我一直以為它會撐不久 但是它居然撐到了現在 它挺過了疫情 而且裡面其實坐滿了人耶 應該還是蠻好喝的 那我們還是來喝喝看吧 等待中 粉紅色的珍珠奶茶 這有點肉桂的味道 它的價格其實跟在日本賣的台灣奶茶 是差不多價格的 100多塊台幣左右 但是我覺得呢 它雖然是來自LA的珍珠奶茶 但是它的珍珠呢 我覺得是合格的 是搖起來QQ彈彈有嚼勁的 下雨的新宿 一樓就是比較高單價的品牌 吃了一棒喔 我覺得這個超可愛的 這個扣子做得好可愛 這裡也有很有名的水果千層派 鮮奶油和新鮮水果搭配 超好吃 假日的時候 一位籃球都要排好長的隊伍 但是排外帶的話會快很多 這裡 是我最喜歡的睡衣店 今天跟大家逛了很多間店 好開心 但總是會有種逛不夠的感覺 可是時間有限 如果有更多體力逛街就好了 不知道有沒有一個服務室 還是可以在網站上面疊一點 還可以免稅結帳 又可以幫我直接送到機場 讓我不用大包小包移動的方便服務呢 跟大家說 還真的有 就是 完美型購物的服務 只要在網站上挑選好自己喜歡的商品 這裡有食品、美妝品、日用品等人氣商品各種品項 來到這個網站 再選擇預取貨地點 我選羽田機場 再來開始購物 你可以先在這裡預購好要幫忙代購的藥裝 節省自己觀光的時間 像是DHC的健康食品 而且保證是正貨 你會看 知育果子好便宜 台灣至少一盒要100元 這裡只要55元 而且只要買5000元 就可以免稅購入 最後再使用信用卡付款 這裡會先付訂金 尾款會在領貨的時候付清 我們現在來到了第三行下 然後要先來領我們的貨 在這裡 這個櫃子 就是我們要領我們免稅商品的地方 然後這個面板呢 喔它還有中文可以看耶 有台灣繁體字 有分耶分好細喔 有台灣跟香港跟簡體字 選台灣 然後我們要掃這個QR Code 先放在這邊掃 有嗎 有了 確認取貨資格 開始 再來呢 找這個護照 現在還要再找那個 上路許可貼紙 我的日本上路貼紙超難找 這裡 上路許可貼紙 再來是拍照 開始拍攝 拍完了喔 好快 好快喔 再來是結帳 這是我買的所有東西 它都會顯示在這邊 你可以確認 第二個步驟呢 是輸入四位數字 只要輸入它上面顯示的數字 就是73339 登登 這邊就會出現 感謝您的購買 已經完成結帳 然後它還要再拍一次照 確認本人 OK 1號 登登 哇 就在這裡 拿到了 這就是我 購買的東西 而且它好好的 它還用氣泡紙幫你裝著耶 包裝滿好的 去登機 GO 回到台灣了 我買了這些東西 BA化妝水 號稱可以除去角質層的糖化現象 田中美奈食賞推薦 我想說就試試看 質地呢其實有點像精華液 用完以後睡起來隔天整個臉透亮 覺得很厲害 DHC膠原蛋白30日 以前都吃粉狀的 覺得定狀的好像蠻方便 所以這次想改吃定狀的試試看 再來是 西柳白茶香水 之前一直很在意北海道的品牌西柳 聽說它的香水很好聞 所以就選了最喜歡的白茶香味 它是很溫和的清香 雖然不太持香 但非常自然好聞 作為日常使用很喜歡 最後只有在日本 才買得到的 Orubis U 全新升級系列的新商品 在完美型購物網上也可以買到喔 這次也整組帶回家試試看 只要在線上下單 就可以買到日本免稅品 回國時在日本機場 領取商品非常簡單便利 這樣省下很多體力和時間 下次大家來日本的時候 如果想要省時省力 可以體驗看看 完美型購物的服務喔 那這次呢 我就跟大家介紹 我在日本常常逛街的地方 還有方便的免稅網購服務 下次再帶大家逛街 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